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報導期 我是芽芽 又來到我最期待的開箱單元了 今天要開箱的是乳肉軍團 RUNELOCK的ATLUS 4.0 按照ATLUS的慣例 大概是每一年都會進行一次更新 這一次的4.0可以說是目前更新幅度最大的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進到今天的開箱流程 照慣例我們就先從外箱開始看起吧 好 這次外箱在外觀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前後側都是RUNELOCK的標示 然後在左右側的地方 在右手邊是有一個他們的slogan 然後左側有一個貼紙 上面是標示著你的尺寸你的型號 那麼接下來 我有留意到一個地方不一樣 要打開給你們看 各位有看到了嗎 3.0版本或是以前的版本 都沒有這個封禁圖 所以打開就給你微知一亮的感覺 然後這個擋板上面就有 這裡有寫 Beside and ener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英國來的嘛 打開之後這邊箱子的內頁上面就有註明說 你的版本ATLUS 4.0 各位我有留意到 你還記得嗎 上次開箱3.0的時候 它其實是夾城這邊 有設計一個可以放說明書的地方 所以打開之後你就看到這邊有夾一片說明書 還有貼紙等等的一個小設計 但是呢它這次拿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QRcode碼 所以也就是說應該是考兩道環保的關係 所以它就把這個QRcode碼直接設計在上面 如果你有想要收看說明書 或是一些介紹的話 就可以直接連結這個QRcode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你想看的時候就隨時可以打開來看 無妨啊 而且也可以響應環保 我覺得也算不錯啦 接下來就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左右兩側也都有這個風景圖 而且它是連貫到下面的 我們先拿出帽子 帽子先放這邊 賣個關子喔 這一頂真的很漂亮 然後先看一下內容物有什麼 好首先呢就是 它有附一個墨片 還有 造型鑰匙圈 以及 耳機罩 耳機罩的用處還有擺放的位置 到時候會再跟大家說明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裡面沒有其他東西的 那我們就接著來看一下帽子本人吧 接下來就要揭曉 安全帽本人的神秘面紗啦 噻噻 各位這一頂呢 是Street King這個配色喔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喔 它是大部分都採用灰黑色作為基底 然後還有做一些噴漆啊 或是噴灑的元素在裡面 營造出一種激頭 或是一種比較 這個城市都會的感覺 然後上面 蠻特別的是它有用 金銅色的漆 這個烤漆面去做裝飾跟點綴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喔 這樣有特色的是 像這裡有皇冠啊 或是欸 其實安全帽上面有一個笑臉 這種比較塗鴉的元素 塗鴉的風格在上面 所以這隻Fan Suld的元素呢 就會讓整個安全帽的造型 看起來是比較動感 比較有趣的 比較不會那麼致視 然後再來啊 我們當然可以看到說 欸 Rulog經典特色 就是這個牙齒嘛 也是用這個金銅色的烤漆面 去做呈現的 那牙齒旁邊呢 就有比如說Logo啊 或是這個火焰的造型燃燒上來 然後還有鼻子 這個都是Rulog的經典代表 然後這一點Striking呢 它都是消光面 所以沒有採用精油去覆蓋 那麼我覺得 可能在照顧上面 會需要多花一點心思啦 但是它這個金色的漆啊 這樣亮亮的 會整個讓安全帽的視覺 看起來更聚焦 所以呢 其實這些細節 如果你單看官網上面的照片 是看不出來的 一定要看到實體 才發現說 欸其實整頂真的是很亮眼的 所以我個人是蠻喜歡這樣子搭配的啦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好啦 那麼看完外觀之後呢 就要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這一次Atlas 4.0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首先呢 Atlas 4.0 它是使用全新的安全規範 它是因應歐規的 EC-122.06 下去修改的 那幫大家科普一下 EC-122它是歐規呢 針對安全帽還有配件的一些相關規範 那麼這一次的06版本 跟上一個EC-122.05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 哇 這個22.06可以說是新增了 非常多的要求與規範喔 比如說 EC-122.05呢 它的撞擊點測試是6個點 那這一次06版本 它就新增了18個點 還有新增了鏡片的撞擊測試啊 頭點的摩擦力測試等等的 非常多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去了解一下 因為細項真的太多了 一一說說不完 簡而言之 就是 這頂Atlas 4.0 它是使用最新 而且最嚴格的安全帽法規下去制定的 所以呢 你配戴起來 絕對是最安全的 安全上來說 肯定是沒有問題 好了 所以各位都了解 這款Atlas 4.0 是使用最新的規範之後呢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安全帽的帽體囉 好這個帽體呢 都是使用碳纖維的 那如果說是中型的帽體的話 它的重量大概是1500公克左右 我手上這一點呢 尺寸是ML這個size 它的重量是1750公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開口 好 它的氣孔呢 在安全帽的上方這邊 前額頭處這邊有一個 而且這次有新增的開關 這個是前幾個版本都沒有的 然後在鼻子這邊 靠近嘴巴這裡 這個地方的氣孔呢 一樣有設計開關 那它的位置呢 也是設計在安全帽的裡面 那跟前三代比較不同的是 之前安全帽的上方 這個地方會有兩組氣孔 那這個地方呢 被這一次4.0的改款拿掉了 那如果說你問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 騎乘時通風的效果 欸各位 官方都有聽幫你解答啦 根據官網表示 它這樣子新的通風設計呢 也就是風從前額進來 經過這個比較圓潤的帽體 然後帶到後面的壓尾 這樣導流出來之後 這樣子的設計呢 反而可以控制溫度在正貨15% 也就是可以讓騎士呢 在一個最自在最舒服的溫度 去做騎乘啦 好那我們同步再接著來看這個扣具喔 這次的扣具呢 也是沿用3.0的Feedlock 這個磁吸式的扣具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連結 在裡面有幫大家做比較詳細的介紹了 還有支援這個E2S緊急快拆系統 也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狀況的話 醫療人員可以快速的讓你脫離安全帽 好啦那介紹完這些之後 今天只就要帶大家來看這一次 Atom 4.0最大的亮點 在它的內襯以及帽體結構 登登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內襯都拆下來了 那這邊就可以很仔細的分享給各位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Atom 4.0 它使用的內襯可以說是跟前面幾代 完全不一樣了 它有經過重新設計 那這一次的海綿呢 它都是使用3D設計的多層次支撐性海綿 所以在不管是你的帽頂 或是臉頰兩側的地方 你的支撐性更好之外也更服貼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臉頰這一側啊 有考量到我們騎車的時候 難免會流汗 所以它這個面料是使用 吸濕排汗型的面料 如果說今天你想要把內襯拆下來清洗怎麼辦 欸很貼心 後面這邊有個封閉式的拉鍊 甚至要拆開把裡面的海綿抽出來 就可以很簡單的把它洗乾淨了 那因為這頂安全帽呢 不是我的是我老闆的 我怕拆了裝不回去 所以我就簡單釋放給各位看啦 有興趣的朋友買回家 再自己稍微研究一下怎麼把它拿出來囉 好 另外如果說你是對於臉頰兩側 有比較多個人需求 比如說你的臉頰是比較膨大 或是臉頰比較窄一點點 顴骨比較高等等 都可以經過量身訂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貼心的地方啦 好了介紹完臉頰真正厲害的 在這個安全帽的頭頂啊 各位你相信嗎 Atlas 4.0居然用到了NASA的技術啊 那這個技術呢 是叫做RE-ON 這種高度創新的反應性聚合物 它是一項具有非牛頓流體特性的這個材質喔 那這個材質呢 給它五個字 吃軟不吃硬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當今天受到比較小的衝擊的時候 它是軟的 你看我現在小小力的壓 它是可以壓下去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受到很強烈的撞擊 或是衝擊力很大的時候 它馬上變硬 我現在瞧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網路上的原理 它這個變硬之後呢 它可以很針對性的去分散掉 這個受到衝擊時的力道 當你今天受到衝擊的時候 盡可能的去降低這個受到的傷害啦 所以呢我相信 這樣子的設計結合在安全帽上面 絕對是對騎士來講 比較有保障安全性也比以前更高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 Atlet 4.0的藍牙耳機系統 那這次使用的呢 一樣是跟Sharkwave相容的耳機系統喔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購買Atlet 3.0的車友呢 一樣可以沿用在我們4.0上面 那麼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邊 就是這次呢 它的麥克風體積縮小了 所以佩戴起來會更服貼更舒服 還有如果今天你不需要使用到藍牙系統的話 你就可以拿出原廠呢 它在箱子裡面就有附贈到的耳機罩 可以把它直接塞在這個耳機的位置 這樣佩戴起來呢 這個抗噪的效果會更好 欸對了 講到抗噪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介紹Atlet 4.0的最後一個特性啦 就是它抑制風聲的表現呢 比Atlet 3.0的效果來的好 好了57% 所以你在騎車的過程中呢 就可以很自在的享受這個過程 不會被風干擾 讓自己維持在一個最棒的騎車狀態 好啦 以上是我們今天開箱Atlet 4.0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我是阿雅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